要顺利通过机车考照就要不断练习 如果可以有适当免费的场地 可以作为机车考照前的练习场 应该可以事半功倍 机动市议员郭美秀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这件事 也获得市议员林敏勋、林佩祥、吕美玲、张耿辉 和韩世玉等五位议员的共同支持 一起合资在中正公园18罗汉洞适当的场地 请专人划设标准机车考照练习场 推动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地 目前台湾已经有52个免费机车考照练习场 而我们机动市却没有一个很完整 很完善、很安全的一个练习场 让我们相继实用 所以今天我要约我们各区的议员 集资来划一个正确又安全的练习场 给民众辨明 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2024立委选举的林佩祥也强调 如果有幸进入国会 一定会积极来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这件事 让各区民众考机车驾照更方便 在未来的10到15年之间 恐怕机车还是我们基隆人最常用的通勤方式 所以说如何让我们的好朋友在刚刚开始学习机车的时候 就一次到位能够在观念跟他们驾驶的方式上面 能够尽量遵守法规、尽量安全 不只保护自己也保护路上的行人 我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要通力合作的地方 那在未来佩祥如果有机会到国会的时候 也会大力跟监理站跟交通部 鉴请他们拨用资源跟地方政府 跟我们市政府合作 跟我们市议会合作 找寻良好的场地 然后一次性的把我们这些机车考照的场地 把它整理好 让我们在未来的机车用路人能够安全而且守法的使用机车 一起推动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地的六位市议员 都只有一个初衷 就是为民服务 不忘初衷 为民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